練了這麼久,林峰終於在紅館那行Hard Attack LF Live 演HK演唱會 不少圈中人都有來捧場 當然不少女友不遷雨,還有唐妹妹臨下尾 一開場,阿峰以吸血鬼中速營爆燈場 她更加躺在玻璃棺材一點都不怕大吉利士 之後就馬上跟一班Dancers以快歌Hard Attack和Broken暖場 去到第三場暖場歌曲愛不救時 阿峰更對著坐在第一排正中間的女友千羽BB風閃 對著她唱 哇,真是so sweet! 不過不知道是否見到女友個人更加興奮,更加樂力表演 阿峰跳跳舞,左手突然之間驚恐 當大家都以為是化妝時,原來她真的爆肝 但阿峰依然好像沒什麼,想吃寶寶嗎? 第二首歌BROKEN的時候就BROKEN了 我記得我幾年前唱BROKEN又是爆的 你真的打爆玻璃嗎? 對啊,我唱唱BROKEN都傷了 但你知她怎樣? 嗯,我給了一些飾物大陸 因為我太肉緊了,自己插進去 然後我才發現應該中了招 你不是應該知道嗎? 對啊,不過我是怕 那些血滴了在地上,怕會滑到我 或者會滑到Dancers 因為都很大坦 不過OK的,有驚無險 健鴻好事 不要再唱這首歌,一次就這樣 不要緊 再去唱 健鴻也未必有壞事 當我是好意頭 OK,不用擔心 明天是握手的朋友 留意我的左手,不要太用力 阿峰受傷這件事 都是直到嘉賓龍夫出場 跟大家說才知道 只能夠說她真的太專業了 其實除了做事專業之外 她對女友都一樣很專 是專心一意 演唱會中段,阿峰在台上 跟多位女粉絲互動 龍夫就特意選了不少傻女上台 不過阿峰眼尾都很少 還特意選圓潤一點的粉絲合照 肯定是不想女友喝醋 沒有做事是這樣的 我做事是這樣的 所以你是不是特意選過 不是,我選的,龍夫選的 不是,我選了五個 不是,我覺得… 我覺得比較有效果 是,因為她很享受 這個show阿峰真是分身演出 還說大家好像看著她大 她想用她的方式 表達對大家的愛 還說隔了這麼多年 都擔心大家是不是不記得她 但是粉絲的感覺 令她有信心 為了呈現最好的表演 阿峰這個show還挑戰自己 穿上黑色西裝 站上單人透明底吊台 吊台還立即吊到上台頂 竟離地三十尺 全場都看得嘩嘩聲 表演的時候她還好像很鎮定 這樣唱歌 其實她是有畏高的 最恐怖的 其實反而大家可能不知道 其實吊台也不恐怖 而是那五顆儲勝照 我也是最恐怖的 因為你沒有任何東西 是沒有安全措施的 即是靠後面那個 靠後面那個都是薄 其實是心理上的 她那個都是遙遙的 因為我們試的時候 有導演 包括導演和舞蹈員 逐個逐個上去 都是只有兩個不怕 其他都不敢做 那我說行的了 不要緊 去到做show onshow的時候 大家看我 OK的了 沒有問題 其實那個位置其實很大的 其實都幾尺 幾尺的 所以就 沒有問題